像这样一台篮球机放在室内 不用受到天气和空间因素影响 就可以活动筋骨 篮球机不再都是年轻人玩的游戏机 就连阿公阿嬷也玩得很起劲 供疗社区活动中心里 近日就添购了一批运动器材 这篮球机就是其中一台 这也是供疗唯一一台 给长辈使用的篮球机 很久玩 有一次玩吗 没有 我真的来玩 我觉得有这台怎么办 没错 没错 还运动会对 我们活动中心运动器材比较欠缺 我就跟议员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充实一下运动的设备 结果我们挑选了这一台篮球机 还有运动脚踏机 还有那个按摩椅 从今年年初开放 每周五虽然没有共产有开放给人使用 长者都很乐意 而且很认同 他们很喜欢在这边运动 控料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表示 这几年感谢议员协助 陆续争取社区共餐厨房的排油烟机 冷冻柜的设备 今年更体恤到长者的身体健康 加码补助购置运动器材 像是沙发按摩椅 飞轮还有篮球机 让长者放松身体活动筋骨 今年又特别补助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篮球机 然后还有一些脚踏车机和按摩椅 那这个篮球机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 那这是东北角市区唯一也是第一台 那刚刚在使用的时候 在投篮的时候 我发现到不是只有投篮而已 它可以让头 眼睛还有手一起来并用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推荐 院员表示 供料社区成员很多 开办老人共餐也是有声有色 因此也积极替长者们谋福利 改善供餐的厨房设备 增设运动器材也让长者越动越健康 介乘威 供料采访报导